苗栗西湖的龙洞村人口不到500人 却是台湾有机栽培面积最大的村落 幕后推手之一就是在农会 曾经担任农事指导员的张志荣 他和弟弟在这里创了一片有机园 从两甲地一路开疆辟土 成为六公顷大的生态园区 弟弟张家荣原本在上海经营婚纱产业 中年才半路出家从农 到底他们是如何熬过转植阵痛期 从零开始养出100多项规模的健康风群 带您去一探究竟 先把这个松开 因为现在的话是我们第四次的蜂蜜采收期 你可以看现在这边都是蜂蜜 我们要把这个蜜采开来 洋风八个月等的就是这一刻 张家荣小心翼翼地取出草片 在阳光照耀下 蜂蜂里不断透出 晶莹剔透的金色光泽 这些是工蜂们 心情采蜜后带回来的风朔结晶 这个就是比较大香的 它如果上面有结白色的坠皮的话 表示它的风的量比较多 光是这一整箱就足以采到十公斤的蜜 但千万别以为采蜜过程轻而易举 到蜜蜂家中取食物理所当然得先经过主人这一关 我们在抖动的时候不能太骚动 太骚动它就会乱飞 所以要轻 然后不能撞到那个周围的风向 一撞到的话 它会整个就整拳飞起来 就比较容易咬人 对 躁动它就会咬人 张家荣与伙伴两人一组 全身包紧紧 默契十足的一人抖风 一人扫风在迅速回片 如何不激怒上万只成群的攻风 除了手脚要轻快力度 取蜜前还得时不时烟熏风香 是稳定风群的不饿法门 经过机器高速旋转 将蜜与蜂巢分离 再绿除杂质 甘甜带点淡淡花香的新鲜蜂蜜 缓缓流出 叫旁人看了口水直流 连蜜蜂们都来抢食 像我们今年就有采到云香蜜 云香蜜的话 可能人家不知道什么是云香蜜 云香蜜的话就是像 柚子花 桶甘花 柳丁花 碰甘茂骨 就是它是属于那个季节的花 然后再带一点野花 那我们就给它统称成云香蜜 养蜂人的愿望 就是能养出健康旺盛的蜂群 张家荣之所以能办到 靠的就是自家有机栽种 先把生态环境顾好 果树自然就能开花结果 无论是自养的小蜜蜂 或户外的大野蜂 都会成群结队 跟着造访 那我们想要做一个生态园区嘛 蜜蜂是一个很高的指标 所以我们养蜂的话 初期的话我们只是想让果树受本 那一直养一直养 然后香树就越来越多 就变成一个产业 原来是五星插柳 柳成茵 从原本只养三到四箱蜜蜂 一路翻倍 扩大到一百多箱 成为有机园区内稳定成长的产业 但是养蜂多年来怎么可能 没有失败的经验 那早期我们都不晓得 然后用到那个甲壳树 结果甲壳树它是属于 对蜜蜂是低度危害嘛 那结果我喷下去 我整片蜜蜂就是挂掉了 惨痛经验让张家荣 开始跟其他农友集思广益 一试再试 才终于研发出这款 有效的天然杀菌液 我们会把这个稻壳整个 装好之后倒在这里面 把它整个填满 将稻谷焖烧后 可不能放过这鸟鸟炊烟 因为收集起来 静待十二小时后 就能成为绝佳的 物理性防治资财 我们平时整理蜂蜜的时候 就会用这个 然后它做杀菌 然后蜜蜂的话 喷这个下去 它的安定性会比较高 它就不会乱定人 你看它现在就没有在定我 至于烧进后的稻壳 还能变成农民最爱的天然甲肥 可以直接施洒在植物根部周围 既能降成本 又可将作物循环再利用 采访这一天意外跑出一位不速之客 原来是刚出生的松鼠宝宝 意外从树梢掉落 这件小插曲让张家荣开心许久 腿也生的 你让它去找你妈妈 你看它不肯走 糟糕 心满意足看着园区里的一草一木 原来眼前这位手脚俐落的农家子弟 其实是半路出家 五年多前 他还是一位穿着西装笔挺的婚纱摄影师 19岁就进入这个行业 一直到我回台湾之后 从上海回来之后才开始 没有再从事摄影这个行业了 做摄影三十几年 那我拍过的新人应该有上万对了 过去三十年 张家荣跟农业扒杆子打不着 那是他在海外创业打拼的黄金时期 从一间婚纱店慢慢拓展到三家 每天早出晚归 步调比蜜蜂还要忙度 直到榨干他的生活品质 才让这位出走青年 萌生了回家的念头 上海其实它是一个国际大都市 其实它的竞争力很强 所以有时候你在一段时间的时候 你觉得好像不是你要的那种 Temple的那种感觉的时候 你就会不想在那个环境再做下去 你就想要离开了 这一箱是好了 这箱不要动它 对 你再看那边 那有几箱还没有好的 曾经的大老板 如今卷起袖子当农夫 第一个月历经全身都在痛地 转直正痛期 好在头过身就过 第二个月后 他说就像脱胎换骨 但没想到农事的震撼教育 还在后头 最大的风险就是开那个 乘坐式隔炒机嘛 一撞到风箱 它整群飞上来 脸部就钉了大概二三十针 然后蜜蜂还跑到耳朵里面去 很痛哦 然后我就冷静下来 拿那个手机的那个照明 让它这样爬出来 这些难忘经验 让张家荣的农业经验值大增 但能帮助他在短时间内 迅速成为一位及格的农友 幕后推手得归功于这位岩师 仔细查看每一颗栗子南瓜 是否都照顾妥当 哥哥张志荣农会出身 不只担任苗栗西湖的农事指导员 龙洞村能有现在的有机成效 一路以来他出了不少礼 像这个就做白工了 防掉了 我们一样有套袋 一样有点刮的 可是就没有成果 这颗也是啦 这颗也是你看 整个都烂掉了 尽管一大早张志荣当起大蜜蜂 替栗子南瓜授粉 但有机栽种下病虫害防不胜防 只要稍有不胜 心血就会付诸流水 但他宁愿付出更多体力活 也不要使用化学农药 农药很好用 可是它可怕的一点在那里 它是潜移默化 慢慢地残留在你身上 你不知道 以前我小时候这边 毛蟹路上都会采到 现在就非常少 可是后来从我们开始 做有机的时候 又慢慢有螃蟹啦 一些那个溪里面的小生物 像鹰火虫的话就慢慢地又有看到了 十年来如一日 张志荣对务农采取高标准 却也时常成为兄弟俩吵架的导火线 我以前经常吵架 因为他是农业专业 然后我是摄影专业 我的观念 因为摄影他是比较随心的 但是农业是要很精准的 在农业你有一点点小细节 你没有做好 可能说我们要放心 天哪的沙王没有包好 那有可能整棵树去年牛 钻下去就会死掉 所以在农业方面的增值上面 还是会蛮多的 不过现在兄弟俩越吵越有默契 且自家农场因为地底的加入 变得更有规模 从面积两公顷的传统生产型农地 转型为六公顷大的有机生态远区 现在慢慢上手了 各方面只要一点就通了 不用说一直耳提边面这样子 做这么多年当然有幸福了 终于获得掩饰认可 已能独当一面的张家荣 继续善用过去创业经验 努力为农产创造附加价值 不断冒出白色泡泡的 是蜂蜜梅子酵素正在发酵的证据 一大桶无添加是张家 酿了两年的天然补品 随着时间越沉越香 慢慢倒入杯中 再加一颗酸甜脆梅 成了张家炎炎下至少不了的 消暑圣品 因为我们这边 你说它很山也不是很山 但是它就是介于 好像被人要忘记的一个地方 但是你们现在也用有机慢慢的搭上 你们有机商的名号 对 没有错 就是我们有机十几年 然后面积又再增加 表示说农场是往正向的方向走 至少说你一些老农 他们有一些工作可以做 那我们就可以一直循环下去 在友善的经营训练 循环下去 像我的想法 种地 种田 种健康 跟做好的环境给下一代 张家兄弟齐心实践有机村愿景 他们不求年年丰收 只盼能为下一代留下影片 美好梦田 看到这里 小碧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春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 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